各位旗友 上次给大家提到了一句口号 这个口号叫什么呢 就叫复杂的问题简单处理 这个主要是说 棋盘上变化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每一个具体的局部的变化 都要把它弄清楚的话 是很费劲的事情 这个应该是专业棋手他们去干的事 对我们业余旗友来说呢 我觉得我们要得到围棋盘上乐趣的 或者说从哪一方面得到的乐趣更多呢 我推测说不定是那种棋盘上的宏观调控的时候 像那种行棋的方向了 棋行的好坏了 当然棋子的死活了也是要考虑的 但总体说来呢 好像是这种相对说来线条比较粗的方面 得到的乐趣会多一些 如果斤斤计较一点一点的抠的话呢 对我们大家来说 我想是不是要求会高了一些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主观愿望 不知道是不是很正确 上次说到了这个复杂的问题 简单处理呢 其中还有一个可以结合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定时呢 再谈一点看法 大家看看 最近在专家对局当中和 在我们围棋天地这个杂志上 也专门有好几次介绍 就是这个下法 小木高挂 一肩低加 然后白棋拖 黑棋搬 白棋再退 接着下一招棋 黑棋拆二 他不是到定时在这儿虎 白棋再到定时在这儿肩出来 黑棋下一招 从这儿出头 白棋再从这儿飞压 这个是传统的定时 黑棋没有这么下 黑棋是第一招棋 他就直接到边上拆二 当然 要说这个拆二 感受一下这招棋 它是什么 棋盐呢 和这个相比 就知道这个拆二 它是棋形松缓 不紧凑 速度比较快 和这个虎相比的话 就有这几个特点 可不是松缓吗 这一带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速度快 可不是一招就拆到边上来了吗 那么由于它的棋形松缓 当然它确实就是不够紧凑 对白棋的威胁就不够大 但是呢 这招棋就一度非常的流行 由这一招呢 还引来了很多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什么呢 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是 这招棋据说是于兵九段呢 最先下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简简单单的 彩尔究竟由谁最先下出来呢 意义并不是很大 你非要说我第一招棋就在这个角上 这样开局 你说我就创新了 这招棋就是我下的 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 关键要看这招棋 它的意思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故事的开头毕竟是这样的 接着呢 故事又在发展 发展到在马小春和李昌浩 在前年的三星杯世界赛决赛的五局胜负当中呢 他们俩以下这个 我也下这个 翻来覆去的下 都有这个刀 再下去又有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后来马小春的 他的研究会 专门研究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在落落了种种变化之后 最后说白棋在这个情形当中 最简单的下法就是先搬脚上 当黑棋接上之后 白棋再从这尖出来 这个就是马小春研究会当时的结论 而这篇文章在围棋天地发表了之后 当然韩国他们也看得到 后来这故事又在进行 在李昌浩和马小春 他们决足多局胜负决足当中呢 李昌浩他就不服这个 你马小春说要搬这个 他说我不这么认为 他和马小春下的时候 他就直接撞到这来 那么这个又引起了种种的变化的演变 这就是搬了退了虎了 等等很多变化 后来呢又出现故事了 下成这样之后呢 当然简单的说来 其中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 白棋现在要尖这个的话 要出头 尖这个的话呢 要说起来呢 是比较松缓的 黑棋上边拆二 看上去呢 黑棋这边也下到了 这边也下到了 当然他究竟下到了多少东西呢 也不好说 但是毕竟白棋什么都没走到 白棋这四个棋子没什么内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看上去 白棋下一条棋可以点 甚至可以贴上来 局部要硬杀器的话呢 倒是 如果你黑棋要和白棋杀器的话 倒是黑棋不够 这三个子被吃掉了 木树又大 这个棋形又厚 关键是黑棋 他有一个好手 他可以从一路搬 他可以一路搬 当你叫吃的时候 你把这一个棋子已经吃掉了吧 黑棋把这一个棋子作为棋子 从这断打 那么白棋提掉 当你多藏一个也没有意义 人家也是叫吃也住过了 下一刀黑棋再叫吃 这个就是比较具有讽刺意义的一个变化 下成这样之后呢 白棋看上去 把刚才斑断白棋的一个黑子吃掉了 但是最终在一看呢 吃掉了之后呢 白棋这团棋形变得非常严重 我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在一个围棋赛场上就看见有一位九段高手 有两位高手吧 他们在下棋 其中一位呢 就下 反正他们就下出了这个局面吧 其中一位当时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呢 他还必须把这两个子接上 要对黑棋有些威胁 那么一看见这个棋形呢 我记得我当时在旁边啊 扑斥一声就想笑出来 我也知道白棋接这招棋啊 作为九段高手 接这招棋 他的良苦的用心我是知道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从视觉效果来看 白棋这团棋子啊 那简直就是我们开玩笑所说的 这不叫围棋 确实是五子棋 马上已经合三了 这边已经合四了 这边已经是五个子了 那当然棋子团成一团 你这个在围棋盘上就 如果说在五子棋上要连成一起 团结就有力量的话 那在围棋盘上这样下效率太低了 这个经济增长率非常的慢 所以这样下呢 对白棋来说是非常难堪的 因此 黑棋两边拆了之后 白棋东鼠这个尖变得没有意义 那么后来就 到现在为止都做了很多的研究了 后来这个故事还在进行 这个故事就是下层这样之后呢 黑棋也是得意的一拆 白棋呢 又出现了这样的非正的下法 这个是最新的一种下法 在马晓春和刘昌鹤去年争夺富士通杯世界赛冠军的这个舞台上 这个决赛的舞台上呢 刘昌鹤跟马晓春下出了这个阵头 当然在此之前呢 有人下得更早 是日本的一位比较年轻的棋手 在跟渔冰九段下的时候下出了这一招 这个非正又带来很多很多的变化 他的意思呢 相对于这个尖来说 他的这个步子跨的大了一点 尤其是跨的大了一点之后呢 同时他也为下一招从这边来点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刚才那个变化 黑棋和白棋角逐当中啊 这个真子一定是白棋有利 如果说刚才黑棋出现白棋出现的鱼形感到很难看 但是现在这个棋形当中 可以知道白棋至少把刚才的这一个棋子 他挪到这儿来了 对白棋来说可不是就好多了吗 我们知道围棋盘上经常是 擦之毫离失之千里啊 你一路之差可是差不起 往往意味着你差了一路 就意味着对方也差了一路 加起来按照围棋计算的出入法则计算的话 加起来就是两路棋 那这个两路棋对局面的影响 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他的基本意思就是这个 他这个非正对这个点也是有帮助的 这个非正对这个点来说也是有呼应的 那么对于这边来说呢 如果说这个小尖下一招只能是在这飞压的话 这个非正他的下一招直接就可以搭下去 他的区别就在这 那么由这个非正呢 又引起了很多的故事 总体说来把它归纳在一起 我们可以知道 还有一个定式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就是一田忌基和唐浩的定式 也是大家都赶时髦 下沉了这样 最后呢 黑白颠倒一下 就是说我现在就不用把棋子拆下来了 下这个点的这一方呢 是一田忌基 就下沉了这样的变化 他就直接从这动手 最后的结论呢 堂堂的日本的一田忌基 这个效果也不怎么样 他就是先弃掉这两个子 这会儿杀气 可不是这两个子就死掉了吗 当然下一步你在尖的话没有用啊 黑棋把这个吃掉都可以 因为你这边又损了 所以他下一招在这来搭 搭的时候呢 残号就退 最后变成这个定式呢 黑棋一看一搭一退 借不上劲 因为他这个搭是想借用 这个呃 这些变化做一些文章 但是人家一退也没有什么好借用的 所以就干脆把它卖掉 最后是下沉了这样 他就索性把这两个子弃掉 叫吃 黑棋再提掉 然后白棋再挡住 黑棋再拐 白棋再退 这个呢 就是藏后和一田忌基的定式 这定式最后的结论呢 专家们的感觉呢 是白棋啊 在里头啊 还是子力太多 白棋这个棋还是吃亏了 还是黑棋便宜 好了 把这几个零零散散的一些故事的概要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最终再把它归纳一下 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看上去双方棋子的接触并不是非常紧凑 这个变化可不是像我们上次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大雪崩这么复杂的接触站里边的变化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不是那样 双方都是近距离的作战 呃 棋子相对说来比较宽松 接触的相对比较宽松 那么变化应该没那么复杂 要求应该没那么高 但是把这所有刚才说到的东西把它归纳一下会发现呢 这个变化也是非常的多的 你要把它全部搞清楚呢 也非常费劲 这样也就自然引出了一个复杂问题 简单处理的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什么样的方式最简单呢 依我看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依我看呢 这些下法下成这样之后 既然黑棋要猜这个 所以白棋来说 如果大家不愿意选择这种种下法当中的哪一种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下法就是拖先 不走就完了 我们回想一下 如果到最初原始的下法呢 是黑棋虎 虎这个呢 白棋要走 你不走的话 由于他你少了这个二路的班 做活的条件已经没有了 你必须要出头啊 而且呢 这个出头还比较舒服 这一间不是下一步刺到这儿 就是下一步飞压到这儿 那么这个白棋叫左右逢源 两者必得其一 选择又好 同时不走又不行 那当然就要走 而现在呢 黑棋拆到这儿 对棋形结构比较松散 他对于白棋的威胁力呢 本来就比较差 同时呢 这些直接的手法 要去动的话呢 又不是很便宜 直接去使用这些 这些特殊的手段 又不太便宜 怎么办呢 你干脆就不走了 依我看这个棋形 最简单的下法 就是人家一下出这个时髦的下法 你就脱先不理了 接着我们再看 黑棋下一招要完成 在这一代对白棋 继续欺负的这么一个 要完成这个任务的话呢 他必须要走的一招棋 就是这个虎 他必须要虎这个 不虎这个 无论你张牙无蹈的 怎么来攻击他都没用 因为白棋有这个点啊 断完了之后 从这一充斥出来 大家一心算就可以知道 这个黑棋绝对不行 这叫欲速则不达 所以黑棋要走呢 一定是先把自己走好 虎到这 那当然 现在白棋就需要处理了 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处理 比方说可以肩 比方说可以肩 这个肩就可以啊 那不管他怎么处理 我们来感受一下 白棋 他是先脱了一手先 已经脱了一手先了 他已经有一刀棋 黑棋在全局别的地方做了投资了 先一步了 再看黑棋这个骑行结构呢 就发现这个骑行结构和原始状态相比啊 如果最初黑棋虎到这的话 在这个相对说来比较厚的骑行面前 黑棋这个小飞抬起头来 或者说是拆二 这个拳点是很松缓的 效率很低的 他至少应该走到这 他走得凶 他可以走到这 甚至他还可以走到这 因为他下边走得比较强啊 可是走成这样之后呢 他什么都没走 他就直接走到这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也会发现 黑棋对待他骑行结构 在他必须要走这个 完成他的下一步作战计划的时候 他就先天不足 他已经吃亏了 如果能这样想这个问题呢 可不是把一个本来非常错综复杂 头绪繁多的一个问题 就把它简单处理了 非常简单 你脱腿成这样 黑棋只要拆 我白棋就不走了 脱签 下一步你必须要走这个 我再随便捡出来就行了 固然我这块棋没有多少木 但是不要忘记 最初你是二打一 在二打一的状态下 我还拖了一手先 你这样想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就想开了 下一步如果他要从这飞起来攻你 你当然白棋逃跑 没有非常好的好点 逃跑什么都是单关 从这逃 从这逃都是单关 那我还有办法 我再拖先 我再也不理你啊 难道这个棋你就能吃掉我吗 我下一步有这个肩 有这个班虎 中虎你还不封住我的头 事实上我离死还远得很 我就再不理不就完了吗 这样呢 是不是也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么这话题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 呃 我呢 还想给大家再说到一个 也是小木定势 因为小木呢 确实他有些定势 也是不断的有 有革新 有变化 你比方说 在去年的一盘大赛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下法 什么样的下法呢 就是 这个 低挂 小木低挂 这下法也是有的 然后呢 黑棋 一间高架 在各种各样的加工当中 一间高架 可以说是最紧凑的 要说他的最紧凑 最紧凑呢 主要是说 下一高 如果白棋要脱纤的话 他这个紧紧 他盖住 可以说是密布透风 呃 作为黑棋来说 这三个棋子呢 棋形结构非常好 这个结构比这个好 这个结构也比这个好 就是说 在二间高架 或者一间低架的情况下脱纤 都不如二间高架的 一间高架的情况下 盖住黑棋的棋形 这么紧凑 所以一间高架呢 可以说是在一间低架 一间高架 二间低架 二间高架 三间低架 三间高架 甚至还有这个间 在这种种下法当中 最为紧凑的一种 就是这个一间高架 那么这样的下法呢 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定势 要说他的出路呢 基本上是 第一条 是白棋有这个跳 这方盖住 我不是很 这个密布透风吗 刚才你说的 那么我就要出头啊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稍微行骑的方向 斜一点 在这飞 斜飞出来 第三种呢 就是从边上拖 直接拖 你要搬我就切断 最少的一种 特殊情况下 也有的就是在脚上拖 这个呢 相对说来少一点 总而言之 白棋的下法呢 大体上就有这几种 其中呢 跳出来最为常见 这可以理解为 两边同行走中间 一般说来不会错 接着黑棋会飞 然后作为定式的演变 白棋下一招是从这加工 加工的时候呢 黑棋这个跳 在定式书上是 变化最多的一种 要说他的意思 他的语言呢 可以说是试探应手 那么过去的定式呢 都是说白棋要从这拖 他跳的时候 白棋要寻求联络 要拖过 黑棋呢 可以顺手把它穿过来 白棋接上 黑棋再从这把它穿破 白棋再藏 黑棋在接上 这个呢 就是过去定式书上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定式 那么在这个定式当中 当时就提出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在黑棋跳 跳出试探应手的时候 黑棋这个跳出来 试探应手的时候 为什么白棋就只能从这去拖呢 他就要寻求这个联络呢 为什么白棋就不能从这压出来呢 那么后来定式书上 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就是说如果他跳 你要从这压出来的话呢 照过去的围棋价值观来说 这个压出来叫做 压人家的四路高边 压出来呢 都是吃亏的 你压你压就退 你压就退 那么白棋已经吃亏了 尤其是你压了那么多棋子之后 反而使你边上的 要拖过的这个悬点呢 没有了 你不能拖过了 为什么呢 你拖人家正好捅啊 你现在不能被人家切断啊 如果你自己还不能连上 人家还把你切断了 你压了半天 白棋什么都没有走 没有走着 请大家注意啊 如果说把这两个子拿下来 黑棋已经阻住了 白棋拖不过 那么白棋从这压出来 已经送给黑棋这么多实地了 白棋自己暂时 什么现实的东西都没有捞到 这两个黑子和这一串白子 还基本上处于一种 对公的互相牵制的状态 那可不是白棋什么都没走着吗 白棋就吃亏了 所以啊 要说到这个图当中 还有一点要交代 你说这段 为什么我连不上呢 我这先冲一下 不就连上了吗 你说你先冲一下 不就连上了吗 看起来是这样 你要先冲 这个确实连上了 但是请大家注意 这个先冲一下 这招棋是一个大鼠手 他损掉了很多变化 就算你连上了 人家这在尖顶一下 他不冲断你的 你不是还连上吗 那么下沉这种转换之后呢 我们一数控会发现 黑棋的控非常扎实 木树比白棋多得多 中辅这三个产子呢 黑棋完全可以弃子 下沉这样的 好像是白棋确确实实是吃亏了 这就是过去的 对这个定势的一些认识 但是 在前年的一个世界大赛当中 中国的藏号九段 他就不信这个鞋 他就下出了新的下法 他的对手是谁呢 是日本的天杀星 叫加藤正夫 加藤正夫喜欢小木 他也喜欢一江高家 下成这样之后 黑气一跳 藏号不管那么多 他就直接从这给他压出来 就像坦克车一样 压破了敌人的封锁线 一直压到这一头 下一刀旗 关键是藏号 他没有选择 好像是小里小气的 这个没有什么出息的 要从边上去拖过 而是索性陪着加藤正夫 攻击他 陪着他作战 在这一线呢 给黑气啊 给加藤正夫展开了一场 一场当时从这导致到全局的一场世界大战 那盘棋呢 下得非常精彩 后来双方死伤的子弟都非常多 最后是藏号漂亮的战胜了加藤正夫 那么这个定士的这个新的下法呢 我觉得也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了解一下这些新的定士的内容 第二个呢 从刀手的这些出人意料的刀法当中 这些创新的刀法当中呢 大家也能 我希望大家也能得到一些启发 什么样的启发呢 就是只要大体上合理的东西 当然这个就有一个要求了 对大家水平有要求 什么叫合理 这个你要弄清楚 只要大体上合理的范围内 很多棋都可以下的 围棋盘完全就是一块自由的天地 我一样有个人要求给我更加级别人的建筋 好嘞 kans不谈 感谢观看